大连市超前布局集群推进 大力发展生命健康产业 用科技创新 为人民群众健康 撑起保护伞 沈阳市积极推进 医保服务数字化建设 打造高效便捷的修医场景 让智慧医保飞入寻常百姓家 复兴市大力推动 供暖机制改革 创新举措 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地族盘景覆盖辽宁 辐射东北 东北新发地农产品供应链 交易中心即将启用 直通市县 运动辽宁 各位好 这里是直通市县区 晚上好 首先来看一组时政药文 日前 安山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继四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召开 市委书记于公斌主持会议并讲话 市长王中坤出席会议 于公斌要求 要全力做好安全生产 社会稳定 疫情防控 民生保障等工作 直面困难不绕道 敢于攻坚不退缩 主动担责不推委 确保今年工作收好委 明年工作开好局 昨天本西市委书记 吴兰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听取相关工作汇报 就落实进一步优化 疫情防控工作的 20条措施进行部署 吴兰强调 要着力在早快和规范上下功夫 做到早发现快处置 规范落实检测 隔离等各项防控措施 要强化系统观念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 日前 丹东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即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会议 召开 丹东市委书记 陪伟东主持会议并讲话 陪伟东强调 要精准落实 同步全员规范连续的要求 做到应检进检 不漏一人 要着力提高早发现能力 第一时间做好流调 和风险人员管控 有效阻断疫情传播 日前 锦州市委书记 晋国卫采取四部两职方式 实地调研检查 主城区核酸检测 开展工作 晋国卫强调 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通过周密安排部署 科学设置核酸检测点位 和操作流程 高制高效完成 核酸检测工作 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站 11月14号 盘锦市委书记 王炳森 市长刑鹏 辽和油庭公司 执行董事 党委书记 李中兴一行 来到锦州一线 开展对口帮扶活动 并调研相关帮扶项目 王炳森表示 盘锦市将在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 和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 与一线继续加强合作 精准发力 确保出成果 出亮点 出特色 实现双方共同发展 合作共赢 大连市超前布局集群推进 大力发展生命健康产业 通过积聚国内外优势资源 加大关键技术攻关 用科技创新 为人民群众健康 撑起保护伞 近日 凭借治疗癌症的 血液净化吸附助技术 康源医疗科技大连公司 获得第十一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大连赛区生物医药赛道 成长组第三名 将参加下月在杭州举行的全国比赛 这项技术转化自大连理工大学 可以把肾衰 肝衰等 微重症病人体内血液的毒素过滤掉 达到治疗目的 那到现在为止 做到两年半的这个时间 目前的第一款产品 已经于今年五月份送去进行行尸检验了 陆续开展动物实验 以及临床实验 依托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医科大学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等高校和科研院所 包括血液净化吸附柱 灭活新冠病毒的新型口罩等 一批科研成果 正从书架走向货架 去年以来 大连理工大学先后建立 肿瘤医院和附属中心医院 最近又整合校内优势资源 成立医学部 加速工科和医学融合发展 站在风口之上的生命健康产业 也吸引一批央企 外企 头部民企 在大连市布局拓展 复兴医药 辛亥生物等企业带来的 总投资上百亿元的12个产业项目 最近签约落户 旅顺口区 富勒马洪凯大连医药公司 在年营业额3亿元基础上 追加投资4000万美元 在松木岛化工园区 启动原料药及中间体二期项目 我们二期生产的产品 都是最新的新药 货皮的新药的原料药 和原料药的中间体 主要是用在抗肿瘤 一致底肝 饼肝 瞄准打造生命健康产业新高地 大连市因地制宜 集群发展 正在高新区打造成 生命科学前沿领域的创新之心 金浦新区打造以智能化 高端化生命健康 与防疫防护全产业链为核心的制造之心 旅顺口区打造成 以生物药研发转化 高端食品保健品研发制造 活力康养为核心的健康之心 打造大连健康之心 前瞻布局 谋划生物药产业的具体实践载体 出台相应的招商优惠政策 在办公场所 人才公寓 高管奖励等方面 给予相关的政策措施 按照规划 到2025年 大连市生物医药产业产值 将达到750亿元 就医购药不带卡 出门只需医保码 医保业务省内通办 跨省通办 这样的便捷就医 您体验过吗 现在在沈阳市就可以实现 没错 近年来 沈阳市医保部门 围绕市民看病就医的 读点 痛点 难点问题 积极推进医保服务 数字化建设 实现医保信息 互联互通 打造高效便捷的 就医场景 让智慧医保 飞入寻常百姓家 让参保群众 迈进智慧医保新时代 最近 辽阳市民余杰 在沈阳做完手术 准备出院回家 原本想着异地就医 结算是个麻烦事 没想到 在医院结算非常方便 医地联网之后特别便捷 然后使我们 就是外地的患者 能够很好地享受到 省会尝试 优越的医疗资源和环境 先备案 再选择定点医院 然后持卡 扫码就医 只需要这三步 统筹地区参保人员 就可以通过 国家异地就医 备案小程序 或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等方式 轻松完成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患者在医院出院的时候 只需要承担自己负担的这部分 然后由医保基金承担的部分 由医院和医保相关部门 进行结算 是不需要患者颠覆的 如果患者在这个期间 自己没有带医保卡 现在就是电子医保卡 都可以直接结算 2021年 沈阳市在全省第一个上线 国家新医保系统平台 率先对接省异地就医子系统 住院费用拓展到门诊费用 从电付报销 发展到无卡直接结算 异地药店购药覆盖地域不断扩大 汇集人群不断增多 结算项目不断增加 2021年 沈阳市门诊住院跨省联网 直接结算近9万人次 今年上半年 这个数字增加到11万人次 对于我们医保的经办 可以说从台前逐渐转到幕后进行操作 也就是说在网上扮理完开户 我们在中心端是自动半截的 一个是提高了又扮理的精准性 最主要还是提高了经办的效率 目前 沈阳市正在加快医保电子凭证的推广应用 创新实现市民马与医保马双马融合 快速推进一马通城工作 不仅覆盖百姓生活 公共 商务等多个领域 更让群众 医院 企业等多方受益 在我们智慧一包APP上 还在不断地完善各项功能 尽量减少那个药件 还有一个就是跟沈阳市政务服务网 也在不断地合作 把我们的一些政务服务事项 陆续也都推到政务服务网上 冬季公暖涉及千家万户事关民生福祉 是的 复兴市坚持提前着手 问题导向科学规划的原则 大力推动公暖机制改革 创新举措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11月14号 省住建厅公热体制改革调研组 来复兴调研并召开座谈会 同时为复兴城市公暖把麦问宅 帮助解决公热实际问题 按照专家的建议 我们要下一步进一步深化 我们的公热体制改革 要是全面打好公热公烟 这场战役 过去复兴主城区各热源公热区域 自成一体互不相通 各热源企业体量有大有小 保障能力两有不齐 小马拉大车现象 让传统公暖体制不堪重负 今年复兴市创新形成了 城市公暖5加4改造提升工作机制 即实施拆小并大一网多元 满储足工 稳运保工 包保强机等五项改革举措 和健全组织领导运行管理 监督考核 服务保障等 四个保障机制 打破了过去沿袭多年的分散经营 条块分割局面 全面提升了公暖能力和服务水平 原先的管线是铁皮的 热源能及时顶替 构建起一张安全稳定 优质高效的坚强热网 2022年共改造60个居民小区 公暖老旧管网151.69公里 同时畅通群众公暖诉求办理渠道 形成物业热源企业 街道社区相互融通 齐抓共管机制 从目前的结果来看 我们整体的公司参数 较上一公暖期提升了15% 我们老百姓的普遍的感受 应该说是历年来最好的 我们节约了23万吨标煤 在整个的供热的保障上 我们提升到150% 位于盘景的东北新发地 农产品供应链中心 是我省推进一圈一带两区 区域协调发展三连行动方案项目 规划为农产品一级批发市场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施工 目前一系工程东区块的 国品和西侧的蔬菜区域 已全部竣工 来自省内外的商户 即将挂牌入住 在东北新发地 农产品供应链中心 采购车辆及货区 工作人员正在紧张施工中 该区域为项目配套工程 主要用于采购车辆停放 生产加工 果蔬打蜡等 12月1号正式开业 现在还有半多月的时间 加半价点 完成最后的配套工程 保证27号商户入住之前 工程全部配套结束 作为全国一级农批市场 东北新发地农产品供应链中心 以群众对农产品的需求为导向 以农产品供给侧改革为突破 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支撑 促进国内农产品 北品南下 南品北上 西品东流 东品西进 增加农民收入 丰富餐桌种类 保障食品安全 目前供应链中心招商火爆 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供货商洽谈合作意向 这个地理优势是非常好 因为潘锦新发地是一个 东三省一个交通枢纽 这个好的平台 我们积极把我们的商品做好 呼应东三省 我们的信心是非常大的 立足潘锦覆盖辽宁 辐射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 未来 潘锦新发地将容纳 1500多家固定商户 5000多家流动商户 和超万种商品品类 预计果蔬年交易量达到650万吨 直接拉动10万人次就业 带动万余名农民增收致富 近年来 大连市普南电区 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深耕海洋经济 海参 巡渔 光伏 旅游等产业融合发展 成为有机农业发展的新样板 在位于普兰电区皮口 辽参小镇的平岛万亩国家级海洋牧场 一根根鲜活的辽参陆续打捞出海 随着农业农村部 次参种制资源厂项目在这里实施 辽参两种从一代到三代新品种逐步推广 今年平岛的辽参产量可达350万斤 普兰电区通过政府引导 企业为主市场化运作方式 在平岛打造辽参文化周 科学规划百亿级巡渔 辽参产产业园和渔光互补示范区 创建沿海滩图光伏发电新场景 逐步形成以光伏发电 海参和巡渔育种育苗 养殖身家工为特色的产业集群 目前普兰电区 共拥有省级标准化养殖示范园区 12万亩 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厂6家 海参原两种厂两个 并获批全国有机农业 123产业发展示范园 权力扶持企业的发展 坚定不移地走产业发展指路 乡村正向指路 123产业融合发展指路 选优品种 作优品质 创优品牌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施工 总投资4.79亿元的 北极市南分区水系联通 及水美乡村项目 于日前竣工 治理水环境不仅带来了水生态的改善 人均环境的美化 也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发展 本西市南分区杨木沟村 依托当地独特的山泉水资源 发展冷水与养殖 已有20多年历史 随着流经村庄水系的深入治理 蜕变 游客分治踏来 成为近郊旅游的网红打卡地 当地养育大户投资兴建渔庄 让杨木沟村的旅游业迈上新台阶 带动冷水与香菇等农副产品 土特产品的销售 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引擎 2021年6月 南分区成为我省唯一进入 全国水美乡村建设 第二批试点线的县区 在国家的支持下 于去年9月末开始 全力建设幸福之河 工程主要包括水利项目 和整合项目两大部分 水利项目包括治理河流76条 治理河道总长208.64公里 将进行水系联通53处 以及18条河流的清障 16条河流的清淤书郡 建设工程护岸 和进行护岸生态改造92公里 修建兰水宴43座 另有水土保持的各项措施 和建设湿地公园 随着工程的推进 河道及周边环境 变得更加干净整洁靓丽 源头活水让周边村庄美了起来 成为助推乡村振兴发展的新引擎 这个项目给我们带来了实惠 训取老百姓的安全有了保障 河地路让老百姓 有了安全散布的好去处 文化广场也让老百姓 有了好玩的地方 随美乡村工程 为我们打造了几个景点 我们准备通过招标经营 发展旅游业 这样带动了百姓经济发展 集体也能有所征收 好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王宝 我们来看省内其他媒体 多关注了哪些消息 好的 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媒体扫描 首先来关注大连日报的消息 11月8号至13号 由中国文联中国杂写主办的 第11届中国杂技金局奖 全国杂技比赛决赛 在河南省涂阳市举行 其中大连杂技团创演的杂技节目 蒲公英远方登伞 和沈阳杂技演艺集团的节目 双人升降软钢丝 从申报参赛的70个节目中 脱颖而出 同获金局奖 这也是咱们辽宁杂技 参加全国最高赛事的最好成绩 接下来关注槟城报道的消息 银口市提早安排京东除运雪工作 按照绿色除雪工作的基本要求 对责任单位提前做好除雪人员 物资以及作业车辆的准备工作 以确保降雪后 城市道路畅通 交通安全和环境整洁 接下来关注丹东发布的消息 近日 丹东市首家单税便民工作室 正式成立 开启了个性化税费服务的新模式 工作室由三室一厅构成 分别是会客室 新媒体工作室 税政超市和智慧税务自住伴税厅 这极大的方便了纳税人 及时解决各种问题 下面来看复兴微报的消息 近日 复兴市海州区寒家电镇 开展净地行动 把地理的接杆打包后 送到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用于发电 有效推进接杆的综合利用工作 同时 做好有机肥制作 接杆还田等工作 多途径提高接杆综合利用率 真正让接杆便废为保 下面是来自安山全美的消息 最近 安山市举办微长征活动 活动全程超过了七公里 参加活动的都是小学生 虽然天气不好 但是孩子们历时两个多小时 坚持完成了这项体验活动 在活动中 他们进一步地感受长征精神 在红色活动的时间中收获了成长 最后 一起来关注 北极日报的消息 为了让同学们体验到劳动的快乐 近日 北极市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开展了包饺子劳动实践活动 北极中小学定期都会开展 丰富多彩的劳动教育课程和活动 提升学生的劳动技能 好的 谢谢王宝 以上就是全部内容 感谢关注 我是于斌 我是轩林 再见 再见